这个漂亮的女人叫利贝卡 她全身赤裸 双手反绑 被吊死在豪宅阳台外 死状相当骇人 离奇的死亡方式堪比电影场景 但圣地亚克警方却给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她属于亲身而非谋杀 为利贝卡做尸检的知名法医表示 在她职业生涯的56年中 从未遇到过如此离奇的案件 严重怀疑警方的判断 而不少媒体也称这样的结果是令人尴尬的失误 并由此引发了公众多年的好奇和猜测 那么请各位跟随我进入今天的故事 看看大家能否在错综复杂的案情中 拨开迷雾找出真相 大家好 欢迎来到学习社 文案开始于加利福利亚州 克罗拉多历史悠久的海滩别墅斯普雷克尔斯 这里距离波光零零的海面仅几步之遥 一览无余的海景和匆匆郁郁的草坪 包围着这座价值1700万美元的豪宅 1908年唐王斯普雷克尔斯修建了这里 它有1000平米27个房间 现在它属于美帝奇制药公司的CEO 乔纳沙克奈 乔纳在当时是亚利桑那州 薪酬排行第9的CEO 2010年收入640万美元 离这座别墅不远处就是著名的 克罗拉多酒店同样属于唐王 不少总统皇室成员以及世界名流 都曾住过这里 马列莲梦露的电影热情似火 也曾在这里取景拍摄 历史久远的酒店因此生出了不少奇闻意识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隔壁豪宅发生的案件 将比这个地标新酒店的传说更加离奇 令人毛骨悚然 2011年7月13日早上6点过 太阳照在克罗拉多岛上 也照见了豪宅内阳台外的惊悚一幕 乔纳的女友利贝卡全身赤裸地挂在那里 起床后准备去煮咖啡的乔纳弟弟亚当 正好目睹了这个场景 他立即拨打了911报警电话 并用厨房的刀割断绳索后 为利贝卡做了心肺复苏 而遗憾的是 尽管救护车很快赶到 但利贝卡早已没有了生命体征 案发现场冲斥着一股诡异的气氛 利贝卡赤裸地躺在草坪上 右侧头部有四处外伤 双手被红色绳索反绑 双脚也被捆住 脚上有少许胶带残留 脖子上缠绕着一件蓝色T恤 T恤的两只袖子打了个结后塞进嘴里 阳台外残留着割断的绳索 绳索的另一头则系在卧室内的床脚上 在床边发现两把刀 一条玉金和四滴血字 其中一把刀的刀柄底部有金血 在卧室的门上用黑色油漆 潦草地写着几个大字 他救了他 你能救他吗 这里的他指的是谁 利贝卡为什么会吊死在阳台外 而他的男友乔纳去了哪里 在了解这些内情之前 我们先来一起认识一下利贝卡 利贝卡1979年3月15日 出生在缅甸的一个贵族家庭 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 由于国家政局变化 他和家人逃离缅甸 在尼泊尔和德国生活了大约10年 后来去奥地利一所宗教大学读书时 他认识了大自己近10岁的美国人尼尔 两人订婚后 他跟随未婚夫移居美国 2002年 23岁的利贝卡与之结婚 并成为一名有执照的眼科技术员 丈夫属于工薪阶层 做过木匠等工作 2007年 他们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36岁的尼尔决定去就读护理专业 毕业后去做护士 2009年10月 利贝卡在工作中迎来了一位客人 对方只是做例行检查 却被他的热情和美丽深深吸引 这就是商界明星乔纳 她的个人经历很丰富 从法学院毕业后 从郭正写过小说 后来更是成为知名医药公司的CEO 拥有多项医学领域的专利和奖项 他们两人有着众多共同爱好 都喜欢户外运动 健身及美食 乔纳越是深入了解利贝卡 越是对她着迷 不过10年52岁的乔纳已经有过两次婚姻 她与第一任妻子育有两个孩子 都已经十几岁 2005年 又与第二任妻子生下小儿子麦克斯 08年她再度离婚 和乔纳约会期间 利贝卡似乎都忘记了自己还是个有福之父 一直到2011年3月 她才正式结束了和丈夫尼尔的婚姻 二人在交往了两年后 都感觉关系应该更进一步 利贝卡在2010年年底辞掉工作 专心照顾起乔纳的三个孩子 试图慢慢融入这个家庭 不过后妈并不是那么好做 两个大孩子根本不服从她的管教 特别是乔纳的女儿甘比 与她的矛盾很深 唯有6岁的小儿子麦克斯 与利贝卡相处愉快 亲密无间 不仅孩子难待 两人前妻和她也不对付 麦克斯的生母迪娜 更是会有意无意的刁难指责她 这令利贝卡压力非常大 似乎看上去 她更像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保姆 不过这一切还不算什么 因为一件噩梦般的可怕事情即将发生 2011年5月30日 乔纳和利贝卡带着三个放暑假的孩子 去斯普雷克尔斯豪宅避暑 7月10日 利贝卡13岁的妹妹奇娜也飞过来 准备在姐姐这里待上两周 此日 一场悲剧意外发生了 11日早晨 乔纳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 豪宅内只剩下三个人 利贝卡 利贝卡的妹妹奇娜 以及6岁的麦克斯 据利贝卡描述 上午10点左右 正在洗手间的她 被突如其来的一声巨响吓了一跳 随后 她寻着声音跑去查看 眼前的一幕让她惊呆了 只见麦克斯躺在一楼地板上 旁边是她的滑板车 只行水晶吊灯摔碎一地 麦克斯在利贝卡的怀里 轻轻地说了一声爱犬的名字 海洋 随即便昏迷了过去 利贝卡赶忙呼喊在二楼洗澡的妹妹 并为麦克斯进行心肺复苏 听到姐姐慌乱的尖叫声 奇娜穿好衣服跑下楼 花了一点时间寻找姐姐的手机后 拨打了报警电话 救护车在几分钟后赶到 此时的麦克斯已经陷入了重度昏迷 据一名最早到达现场的警察回忆 当时她无意间听到利贝卡告诉她的妹妹 完了 丽娜一定会杀了我 而在健身房的乔纳 于10点24分接到利贝卡电话时 另一头并没有说话 只有混乱的尖叫和嘈杂的人声 她感觉不对劲 立刻赶回家 正巧看到家门口停着许多警车和一辆救护车 而躺在地板上的儿子正要被送走 乔纳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乔纳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她也跟着上了车 一起去了岛外的拉迪儿童医院 送到医院后 麦克斯已经没有了呼吸 在一番抢救后 她终于有了脉搏 医生表示 因为得到了及时抢救 麦克斯才得以幸存 根据专家会认 麦克斯的大脑受伤严重 面部骨折 脊髓严重受伤 她的情况非常危急 为了减少她的颅链压力 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 医生对她进行了药物诱导昏迷 匆忙赶到医院的迪娜 看到自己那个爱笑的男孩 如今插满管子 安静地躺在床上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乔纳告诉她 你应该跪下来感谢利贝卡 她救了麦克斯一命 直到医生为他们做一系列检查 想要了解他们是否有家族病史时 她才知道 麦克斯摔下楼时 乔纳并不在家 这令她心里开车起疑 而乔纳为了避免产生矛盾 刺激迪娜 便让利贝卡不要去医院 只是待在家中帮忙打理事物 利贝卡先是将爱泉海洋 送到宠物店寄养 当天下午 迪娜的双胞胎姐姐 带着十几岁的儿子 从旧金山赶来 利贝卡前去接机 在车上时 聊人聊到 麦克斯摔下楼的情况 利贝卡似乎有些回避 这令迪娜的姐姐觉得 她有些反常 第二天下午 利贝卡送临时 拜访自己的妹妹 到机场飞回了密苏里州 接着又接了 从田纳西州飞来的 乔纳弟弟亚当 他也是本案的关键人物 亚当十年42岁 毕业于孟非斯大学 但却选择了水上生活 他先是当了一名 拖船上的甲板水手 后来又成了拖船船长 平时就住在 孟非斯的一所 简陋的公寓里 还交了一个女友 看上去这两兄弟 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但这并不影响 他们的亲密关系 当天晚上 乔纳利贝卡和亚当 以及另一位友人 共进了晚餐 晚餐后 乔纳回到医院陪护儿子 利贝卡则送亚当 回到豪宅客房 客房是一栋独立建筑 与主楼构成L型 围着后院 经过一天的劳累 利贝卡已经非常疲惫 她回到房间后 先和姐姐玛丽 打了通27分钟长的电话 讲述了这两天发生的一切 还提到想在感恩节假期 回去探望父母 之后二人又打了两通电话 最后就改为互发短信 利贝卡告诉姐姐 自己太累了 准备洗个澡就睡觉 因为第二天早上 五点还要起床 为乔纳做早饭 并带一些换洗衣物 到医院给她 她发给利贝卡的 最后一条短信说 我不得不为乔纳而坚强 到此为止 虽然麦克斯的妈妈迪娜 有些责怪利贝卡照顾不周 但注意力主要在儿子身上 期盼他能有所好转 并没有发生太大冲突 谁也不知道 麦克斯将在四天后死去 而更加没人想得到 在此之前 豪宅内会先发现 利贝卡的尸体 7月13日一早 发现尸体的亚当 打完911后 又给乔纳打去电话 告诉他这一噩耗 乔纳自称听到后震惊不已 他将这个消息转述给迪娜 对方惊讶地询问理由 乔纳做了一个刺腹部的动作 并说了一句亚洲容 迪娜猜她的意思是 日本的那种以死谢罪 更悲惨的是 麦克斯在三天后 也中英伤势过重 不治身亡 前后不到一周时间 连续两人意外离世 引起了公众和媒体的广泛关注 也导致乔纳公司的股价 大幅下跌 两个月里 相关新闻被许多国家媒体报道 警方也在加紧调查中 鉴于如此诡异离奇的现场 警方一开始怀疑是他杀 对于利贝卡的死 他们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利贝卡的房间 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氛围里 在阳台上 除了他的脚印 警察还发现了一个男人的鞋印 此外 在书架的最上层 他们发现了一本叫 《巴克兰巫术全集的书》 上面有一页展示了一个裸体女人 如何从身后捆绑双手 并特意提出 捆绑要用2.74米的红绳 至于现场的绳子颜色一致 长度接近 而最大的谜团 依然是门上那段潦草的神秘信息 此时 一位隔了两个门牌号的邻居站了出来 他告诉警察 当晚他听到从豪宅方向 传来绝望的尖叫声和呼救声 由此 调查人员的怀疑对象 落到了亚当身上 毕竟当晚 豪宅内除了利贝卡就只有他了 利贝卡被反绑双手所打的神节 常用于航海中 因此 这种节也被称为航海节 而亚当的工作 显然要求他具备之项打劫技巧 为了消除警方的怀疑 亚当接受了测谎 但结果却是茉莉两可 警方也无法通过这个测试 确定他是否撒谎 乔纳则认为 弟弟是个非常好的人 他只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 亚当与利贝卡关系融洽 他不相信弟弟会杀害对方 那么前妻迪娜呢 他与利贝卡关系紧张 还记得麦克斯刚摔下楼时 警察无意中听到利贝卡说 迪娜一定会杀了他 案发当晚10点48分 利贝卡收到迪娜双胞胎妹妹妮娜的短信 问自己能否这个时候去豪宅一趟 谈谈关于麦克斯受伤的原因 鉴于对方明显是想过来信尸问罪 利贝卡没有回复 有目击证人称 当晚曾看见一名女子深夜在豪宅门前徘徊 这名女子留着身色长发 体重大约180斤 据称与迪娜体型外貌相似 然而在经过近一个半月的调查后 2011年9月2日 圣地亚克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利贝卡属于亲身 而原因是因为他对麦克斯的意外心怀愧疚 好 我们先来看看警方认定他是亲身的原因 首先利贝卡的房内不管是门上刀上还是阳台上 都只有他一个人的指纹 在绳子以及绑绳子的床脚上都发现了利贝卡的DNA 但却没有发现其他人的DNA 其次阳台上发现的那名男子的鞋印 后来被证实是一名粗心的警察留下的 而那本《巫术书》书上也仅有利贝卡的指纹 如果真有人招呼了画瓢 那么事后应该会带走该书 而不是放在书架顶上 如果真要处心积虑用这本书误导警方 完全可以摆放到更显眼的位置 现场还发现了一个黑色颜料管 但盖子上只有利贝卡的一枚指纹 门上的字迹经过鉴定不属于亚当 现场没有挣扎的痕迹 如果利贝卡被人捆绑再拖到阳台 整个过程中他完全不反抗不挣扎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发当晚 一名叫比特森的儿科医生 看门见山地告诉守在病房的乔纳和迪纳 麦克斯的情况很不乐观 随时可能去世 就算活下来也会终身残疾 并且他还指出 麦克斯的情况看上去更有可能 是在摔下楼前就已经窒息 在这番话的打击下 乔纳在当天凌晨12点半 给利贝卡打了电话 但没有人接听 于是他留了一条语音 20分钟后 利贝卡收听了这条语音 随即将其删除 这样一来 没有人知道这条语音究竟说的是什么 不过据乔纳称 他只是将医生告诉他们的坏消息 转述给了利贝卡 警方认为 利贝卡极有可能在听到这个消息后 更加内疚 进而选择了自我了断 那么如何解释反绑的双手呢 警方认为 有些亲生者害怕自己临阵退缩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坚定决心 并且他们还找了一名和利贝卡身材差不多的女警 演示了如何靠自己将双手绑在身后 而对于利贝卡头上的外伤 警方则解释 当他翻下阳台后 如同钟摆一样晃动 右侧头部屡次撞到阳台所致 对于这个结论 利贝卡的家人 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 他的姐姐玛丽表示 自己了解妹妹 她阳光自信 活泼开朗 虽然对于麦克斯的意外感到难过 但从交流和表现来看 他并没有因为此事崩溃 他认为自己应该坚强 这样是对乔纳的支持和帮助 也谈到会回家看望父母 况且利贝卡从小成长于 基督教家庭 后来他读的也是教会大学 他一直认为 亲身的人会受到诅咒 平时利贝卡很注意自身形象 怎么可能会在今期 采用如此羞辱自己的方式了断呢 利贝卡的健身教练也说 他总是面带微笑很开心 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倾向 媒体也纷纷对此质疑 利贝卡家人聘请的律师 更是嘲笑说 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 如此怪异的女性亲身案件 简直是太荒谬了 另外 第二次为利贝卡做尸检的法医 乔纳森表示 自己56年的职业生涯中 从未见过如此离奇的案件 没有哪个女人 会采用这样古怪的方式而亲身 之后 利贝卡的家人还雇佣了法医专家 希里尔·维奇特进行调查 他是比李昌玉更有名的 美国法医病理学专家 维奇特指出 脖子套上绳子 再从阳台翻身月下 会让气管甚至脖梗断裂 但实际上 尸体颈部的伤并不严重 所以从此判断 他应该是被勒死后 再从阳台上缓缓放下去的 维奇特还用相同重量的模特 做了多次实验 结果表明 床会因此往前挪动20英寸 但实际上 床仅仅只向前移动了7英寸 另外 利贝卡初学所形成的清黑素 沉积在背部 如果是吊着死的 应该是在下肢 这说明他死亡的时候是躺着的 至于门上那两句话 他救了他 你能救他吗 如果单人旁的他指的是麦克斯 利贝卡为什么要用第三人称 称呼自己两次 他又为什么要在门上 留下这样一条潦草的神秘信息 而不是给所爱的人 写下解释或忏悔安慰的字条 另外他房间里发现了两把刀 一把刀上有利贝卡的指纹 另一把刀上没有指纹 那这把刀是如何出现在那里的呢 如此多的谜团无法解开 利贝卡的家人 于是将当时在场的亚当 以及乔纳前妻迪娜 和他的包姐一同起诉 认为他们合谋杀害了利贝卡 诉讼指控罪状有暴力绑架疏忽殴打和凶杀 合计诉金3000多万美元 但在调查后发现 案发当晚有监控录像证实 迪娜昼夜都在医院陪伴儿子 而他的姐姐妮娜 则住在一家较远的酒店 两人都没有去过豪宅 至于目击者的证词 其实也与二人不符 迪娜持金发且不是很长 体重也没有180斤 而是125斤 当时是旅游旺季 游客众多 所以任何游客 都有可能经过豪宅门前 当得到迪娜姐妹 不在场的证明后 利贝卡的律师 将他们两人 从起诉名单中删除 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向二人道歉 其实迪娜后来几年的动作 也并不像为了给儿子报仇 杀人泄愤的样子 他此后重金雇佣了调查团队和法医 去寻找迪克斯的死亡真相 如果他笃定 就是利贝卡害死了儿子 他大可不必这么做 2011年7月26日 迪克斯的死被圣地亚克法医定性为意外 认为他是因为在二楼 玩滑板速度太快 冲出栏杆 慌忙中他想抓住吊灯 继而扯下吊灯 一起摔到一楼 面部撞击地面后 导致脖子过身 最终窒息耳王 迪娜不相信儿子会这样意外摔下楼梯 于是雇佣了知名法医和调查公司 两名法医的结论基本一致 都认为孩子是从二楼摔下后 面部着地 窒息身亡 但调查公司给出的结论 却让人细思极恐 二楼铺着厚厚的地毯 滑板速度不可能快到 让六岁男童摔出栏杆 并且二楼的栏杆高82厘米 而麦克斯身高114.3厘米 栏杆到他胸口上方 他几乎不可能翻下去 滑板车是首扶式 一只脚踩在滑板车上 一只脚在地上蹬 车不可能和人一起翻出栏杆 最后 如果麦克斯用手去抓吊灯 那么应该会留下伤口 但他手上却没有 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 利贝卡曾表示 在刚发现麦克斯摔下楼时 听到他喊了爱犬的名字海洋 但两名法医都有一个共识 麦克斯脸部撞击地面 立即冲击颈部和脊椎 这会令他瞬间丧失说话能力 所以在医学上来说 他不可能发出海洋这个词 那么利贝卡为什么要编造这样一个细节 是担心被男友认为自己疏于看管 而将责任推到一个宠物身上 抑或是因为他的过失 导致麦克斯摔下楼而伪造的现场 2018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迪娜给出了另外一个选项 她认为不是利贝卡杀害了麦克斯 而有可能是某个外人闯进家中干的 乔纳在利贝卡出事后 请了两个带枪的保镖日夜保护自己 她的解释是为了阻挡媒体 但没人相信 或许这个事情也让她一头雾水 担心再冲着自己来 她也曾写信给检察官 希望重新调查利贝卡和麦克斯的死因 但遭到拒绝 现在利贝卡家人起诉的被告就只有亚当一人 动机也改成了性侵 他们认为亚当想侵犯利贝卡 对方尖叫 他便用表面光滑的器具 击打利贝卡的右侧头部 之后再伪造了现场 原告律师指出 刀柄上有精血曾插入利贝卡的下身 但警方坚持 从尸检结果来看 利贝卡并未遭受侵犯 亚当出庭作证表示 利贝卡的确是个性感女子 但对方是哥哥的女友 她并没有非分之想 最后 利贝卡家人向亚当提出了1000万美元的不当死亡诉讼 这个诉讼通常是基于输货而导致的 是对死亡负责人的一种财务索赔 属于民事诉讼 不会有刑事出法 2018年4月 虽然在案发现场 没有发现任何将亚当与此案联系在一起的物理证据 但陪审团仍于9比3的票数 认为亚当应该对利贝卡的死亡负责 要求他赔偿家属500万美元 以及利贝卡本该为父母及兄弟姐妹提供经济支持的16.7万美元 利贝卡的家人随后表示 钱不是他们的目的 他们只是想通过这一结果来迫使警方重启调查 但出乎意料的是 2019年2月 利贝卡家突然与亚当达成了和解协议 只由亚当的保险公司替他赔偿了60万美元 这个案子到此算是告一段落 但关于利贝卡的死 仍旧留下了太多谜团 那么关于此案 屏幕前的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